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业者也不断地在缝纫机上下了许多的功夫 老字号的心灵缝机公司 就是在一台缝纫机里的数千个零件打转 想着如何创新 怎么缝得更快 他们在2012年推出了高速纵统型三针五线双面式缝机 第一次参加台湾精品奖 评审就慧眼独具 看到了它的独特之处 听起缝纫机 很多人的概念大概停留在家用的小机器 但是缝纫机的学问有多大 光是听机器的名称就先傻言一半 高速纵统型三针五线双面式缝机 望闻生意 它是缝得快可以双面缝式 还有好多针线 心灵缝机公司更让它多了防漏油功能 为了不会造成那个漏油 我们很多那个盖子 都是用那个特殊的材质 那个垫片 防油 防到那个垫子 就是不会那盖子 很多有那个盖子嘛 那个就不会漏油 高速纵统型三针五线双面式缝机 设置了曲柄连感式针棒 配合导步器 可以稳定过不处的缝纸效果 让车缝过程更顺畅 加上比较不会震动 车出来的线木也比较漂亮 漆饼以前是我们叫做跑饼 扁蛋 就像这个来讲 它是这样子摆动式的 那我们现在漆饼变成改短了 反而它震动会比较小 然后比较不会震动 然后那个我们也是以那次跑皮带改 可以比较高速 如果漆饼的话 它比较不能高速 因为这红镇机就是一直在变款式 就是说以前车的第一个是速度嘛 再来就是那个羡慕嘛 羡慕要漂亮 要好看嘛 董事长徐石渊十多岁就开始车缝 知道案件记仇的辛劳 交心比心 因此在机器的速度上用心 让员工车得快 转得多 而布料好不好车 也关系着车缝的速度 近期功能性服饰大行骑道 而这些又软又卷的布特别难车 因此它又研发出横筒型三针五线双面侍逢机 这个机器可厉害了 吹 切 车三个步骤可以一起完成 早期是没有这一款机器 那后来我们是有 因为我们是 这一款是专用机 等于是车下摆 车要下摆 比如说它都出来的布 会切掉 而且我们这一台 有加那个吹风装置 吹风装置就是很多针织布比较薄的 会剪 会剪的话它就可以把它吹平 然后再刀修掉 再车 它就一贯这样子 连续这样子 吹又切又车 然后说车起来的东西就是很平顺 很漂亮 这么多功能可以在一台小小的机器上完成吗 答案是可以的 过去要车缝软布料得先烫平 折好要缝的地方 上机车好 然后剪线 修布头 但有了这些功能 上述步骤都可以省略 速度快的不得了 有多快 请许董事长亲自示范一下 这样就好了 车一如说都很快 这个速度很快 短短八秒钟 一块布的上下面都车平了 而且相当美观 完全没有参差 偏斜或不对称的情况 这些功能发响和徐时渊四十几年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搬修起家的他 先车缝再学修机器 然后开始针对不同布料研发不同机器 而现在布料日新月异 接单的顾客也会和他商量要用什么机器 让他在研发路上精益求精 他如果接单做样品之后 做样他就会跟我们 智慧或是说了解说这个布料 用什么机器来用比较适合 那我们就看了我们就知道 然后如果不适用我们去改 然后再去研发 新铃缝机生产工业用缝纫机等产品 主要顾客都是大型成衣厂 在国外拥有三十二家授权的经销商 做机器销售及售后服务 产品行销四十多个国家 特别是外销就占了百分之七十 由于重视研发 新铃也将触角伸向纸箱的缝盒 并且将商品定位为台湾设计 台湾制造的高品质商品 原发未来我们也会研发那个 像这个车那个 车这个纸箱的 纸箱的机器 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品牌 ECO 那纸箱的机器来讲 因为早期来讲 从以前来讲到现在 纸箱的做法只有两种 一个是用粘的 一个是用钉子钉的 那用红粒机车的是没有 所以我们也会找这个方向 多变化去研发 以进进技术 追求卓越作为经营理念 为了保持研发成果 新铃每年平均都会申请 二到三个专利 特别是针对针织弹性类的布料 如内衣 泳装 运力衣等 系列车缝产品都有过人之处 今年出事提升一鸣惊人 第一次报名台湾精品奖 就以高速葬统星三针五线 双面式逢击获奖 称得上是实至名归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为您介绍了许多台湾精品 无论是衣服或者是请具 都希望大家有一个更舒适 更乐活的生活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林亚倩 梦想全记录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